各位乡亲大家好 蓬佩奥今天在他的推上 发了一组数字 就是1384天 我今天看一下我油管的内容 这几天可能都和蓬佩奥有关 大家也都知道 我对蓬佩奥的评价 尤其昨天这期节目讲蓬佩奥的身份 蓬佩奥作为共计会的 应该是大师一级的人物 他通过他的推特释放了很多消息 这叫做共计会的作业本 他是一个用术 一个大师 我们也讲了 大家要支持蓬佩奥 更上一层楼 担负起灭共的责任 全世界对蓬佩奥的评价就是说 说他主要的工作重心 就是围绕着对付中共 所以中国这次对他的攻击 一直很厉害 在他卸任之后的四分钟 中共外交部就发布了 中共政府决定制裁 以蓬佩奥为首的 说28个人 当然还有博明 纳瓦罗 奥布莱的 这些人就铁杆的反共派 可笑的是什么 制裁的具体内容 现在不知道 有记者问 制裁这28个人 具体的制裁措施是什么 华春莹 说不上来 更可笑的是什么呢 这28个人到底是谁 都是谁名单也没出来 只公布了 10个人 但非得说是28个人 那有的问 剩下18个都是谁啊 不知道 28个数有意思吗 大家知道 这个制裁啊 其实就是创着蓬佩奥去的 给了蓬佩奥一个盖棺论定 就中共送给他个数 28 这28呀 大家琢磨琢磨 我们讲了多少次了 讲了多少次了 就习近平的地啊 就是习仲勋 原来 被老毛列入 那就是1954年10月16日 老毛写 写给28个人的信 就包括老毛28个人 能看这个信 关于红楼梦的 这个评价的这个问题 今天 老西给 给老鹏啊 把这个数给 送给他了 对 蓬佩奥的在 这个反共大业上的 反共这条路上走的 走的又远 走的又稳 走的又好 给予高度评价 当得起这个28之数 我说今天 一个朋友 发了这个推 非常简单啊 1384天 有的朋友可能算到了啊 1384天 是2024年 11月5日 就大选日 首先得给大家交代一下 美国这个大选 他日怎么定的 他不是固定的 你瞧 这次是11月3号 2016年 川普竞选 应该是好像是 大选日 11月8号 他具体规定是什么呀 是这个 每年11月1号之后的 第一个 礼拜二 就是周二 这很有意思啊 这就造成了 每年的这个大选日啊 都落在11月上旬 应该是从10月3号啊 到11月8号都有可能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0月1号 是有讲究 然后第一 10月1号之后的 第一个 周二 那就11月 周二啊 112 大家知道这是 这是天门的 大家知道这个 四伙物嘛 天门嘛 25811 112 那具体的这个 1384 只是说 就指向这个 11月5嘛 这个大选日嘛 就大家理解 这所要主要是要讲 他可能要参与大选了 参与2024年的大选 大家知道 你要想宣布自己大选 或者怎么样 有很多个说法 为什么要挑这一天 要挑这一天 1384 1384 指向了这个 115 这个115啊 我们讲过多少次了 讲过多少次了 然后还是 威子仇杀队里啊 就是 威子先生啊 就主要是个115 主要是115 因为可能上上期的 我们讲这个东西啊 里边太多这种数了 我也给大家讲过 我们跟蓬佩奥 我们这个电报群啊 我们这个小团体啊 跟蓬佩奥之间 有长期的互动关系 就是我们讲什么 他也会来发个数 来个呼应 我们 我们 在他的发贷数的基础上 进行讲解 他也会 再发个数 确认 就我给大家讲的 这个比较缠组的误道 是吧 他错过数 这个 1加2 我就给他回他一个 6减3 是吧 他再回一个 这个 8减5 我再回一个 11减8 这个就是 数的这个对应 数的这个对应 大家彼此心照不炫 并且呢 知道共济会 尽管是 它是一个 在美国合法存在的一个组织 我给大家讲过 我住的这条街上 三条街上啊 都有共济会的会所 但是从来没见过 他们这个进出人 都有这个共济会的标志 他们叫小巫 小巫 陆传基这挺多的 挺多的 但具体谁是共济会员呢 这个公开也没人承认 也没人承认 尤其像 进到什么 进到这个政坛高层的 没有人是公开说 我是共济会员 或者怎么样 也没人 其实也没人提问这个问题 这个在美国已经四风见惯了 所以说呢 你要说 你问彭佩奥 你是共济会员吗 是吧 你是共济会吗 也没人这么问 你问彭佩奥 不会给你确定的回答 到今天为止 我们确认呢 就是好像美国有一个 就是原来啊 派的这个驻华大使 布兰斯塔德 原来艾奥瓦州的州长 这是公开的 共济会员 还有一个就是 登月的奥尔德林 第二个登上月球 第一个返回 登上地球的 就是奥尔德林吧 奥尔德林 宇航员 等于在地球上 留下假日 在月球上也留下假日了 他也是公开的 共济会员 但是彭佩奥呢 肯定不在此列 那你怎么确认他的身份啊 因为共济会啊 不仅仅说啊 我是共济会员 就像 这事就就就就就完了 不是的 共济会员意味着 你要遵从共济会的 他的这个使命啊 也完成共济会这个任务 共济会任务和使命 大家知道是 完成上帝的计划 就上帝剧本的执行者 上帝设计这个工程 设计这个金字塔 共济会呢 负责把它建成啊 做一共济会一入门 叫做学徒 后来他一生 一生最后叫大师 再生叫总导师 各级会员 各级的大师们 都要做自己的作业本 尤其你要是政界人物 像蓬佩奥现在 担负了很重的 这个任务啊 他的表态啊 包括他真实的动机 还是会 引发很多啊 后果的 所以他不可能是公开的讲啊 我是共济会 我要干什么啊 那肯定不行 但是呢 这些人物之间 世界上的共济会会员之间 他要彼此联系 要确认 你想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他怎么玩呢 就要通过释放这些 外人看不懂的数 但这个数别人不能讲 别人不能讲 好像这个世界上 也只能说 像我讲了这个 这个份上的 应该也就是我了 应该也就是我了 早期我好几年前啊 讲这共济会的时候 共济会还在我的这个 这个视频下边啊 做广告啊 做放共济会的这个介绍啊 这个词条 这个简介啊 也挺有意思的啊 我们讲了 彭佩奥的昨天的啊 他的这个 在圣诞节的时候 发的推啊 或者这个 给大家讲了啊 今天他就来了这个 来这个数 关系1384 首先大家都能想到 叫8341 8341这次这次数啊 大家知道是老毛 这个中央警卫团的 那保护他身家性命的 最核心这个部队 这个番号 8341 然后对对应那个 原子弹那个编号啊 原子弹的编号 就这个2923 像这些数的出现啊 都是一种标志 一种符号 你知道什么意思就得了 这个8341 这个1483啊 什么1384 把它组合啊 他就能生成这个两组数啊 一个是511 一个是412 是吧 511也是115嘛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1384呢 正好是 四年后的11月5 大家看到了啊 大家看到了 同时呢 这个蓬佩奥这个推啊 这个原子的四人推号 也挺有意思的啊 因为他被关注量 比方说多少人关注他 这个他不能控制 是吧 因为越来越多 你看这几天涨了 我看涨了这个十几万 十几万粉丝啊 但他他关注量是可以控制的 他就发这个数的 1384的数的时候 他的关注数是238 238也是我们昨天讲的吧 238换算成就是1120 23883238 也是我们这个频道里 讲的最多的几组数之一 他呢也生成 115 是吧 当然2828呢就是 习近平昨天给他送了一个28 送了一个28之数 28 并且这个28之数 闹了个笑话 就乌龙 就是说 他们只列出十个人啊 其他十个人 十八个在哪 可能子虚乌有吧 那他就是要的这个数 从这有心人 你应该能明白 你应该能明白 就是中共外交部公布这个数 公布这个制裁 他必须要经过习近平 没有习近平的首肯和受益 外交部是不敢的 配套的东西都 都没落实呢 制裁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就说你不能去香港 不能什么 光这个谁都知道 你人家根本请人家 人家都不去 谁愿意去你去你那地儿啊 不给你做生意就完了吗 是吧 你像蓬佩奥这种 住的自家小房子 是吧 也没多少钱 他也不做那生意 给你中国扯 有什么好扯的呀 所以主要说 你那十八人 另外十八人都是谁啊 也不知道 是吧 这就是笑话 知道吧 但为什么出来这个数啊 这就叫联系 大家明白吧 就是给外界看的 就是这个数一出来 蓬佩奥就知道 我给大家讲 就是从这些数 为什么大家要理解这些数呢 从这些数你就知道 这当事人他们要干什么 当事人 他今天不在这 把话说得更深了 你们自己去理解 是吧 我这个频道的 这个老观众 应该讲都知道 应该讲都知道 什么叫做唱戏 政客就是唱戏 人家有仇没仇 有冤没冤 不是 一般的人能看得出来的 看得出来的 这叫对手戏 明白了吗 会唱戏的 还继续有前途 不会唱戏的 把戏唱砸了的 那就等倒霉就得了 另外再讲这个1384 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 讲了这个指向了 11月5 4年之后 2024年 11月5号 这一天 中国的干支 大家知道中国干支 独有的 60循环制 60禁制的 60禁制呢 它起源于苏梅尔 大家只知道 就十天干 十二地制 就相配 2024年的11月 5号 这天中国的干支是多少 就是甲尘和鬼游 甲尘年鬼游日 它这的干支配日期 完善 我们叫四柱 算命都要用到 就是年月日时辰 其实在明代之前 基本就是年和日 就是年和日都是有干支的 其他的就月时辰 一般就不一定了 那就不一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年和日是六时禁制的 它六时禁制 完整的往前循环的 月和时辰呢 就不是了 月和时辰呢 它要配 配这个什么月渐日渐 那个就挺复杂的 它不一定是六时禁制 往前走 你说这个甲尘 甲尘年鬼游日 这是最重要的 甲尘在这15 鬼游是1010 就是干支 干配干支配支 天干配天干 地支配地支 是多少 11月15 11月15 就是蓬佩奥的 中国 中国这个 就是阴历的生日 蓬佩奥在阳历 是12月30 他的阴历是11月15 大家记住了 这就叫做 巧合嘛 就叫做巧合嘛 以后它不是巧合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从这个1384 往后推 是这个115 指向115 这1384呢 又生成了这个115 往前推 我们再把它往前推 就蓬佩奥的 他的这个国务卿的 在这级政府里的任职 昨天结束的 昨天结束的 就是再往前推 推这个1384 推1384天 是哪一天呢 是2017年的4月7号 这天呢 是中国皇帝 那纪年的 叫皇帝历的 3月11 伊斯兰历的 7月10 但巧合有意思呢 推到这个 往前推1384天 是伊斯兰历的 1438年 什么叫做巧合呀 什么叫做巧合 世间其实没有巧合 宇宙法则的运行 是严丝合缝的 我给大家讲 我十万年不差一秒的 这都可以测算出来 就根据这轨道的数啊 五星啊 恒星啊 这个运作 这个轨道就能算出来 一秒都不差 这个1438 又对上了啊 那这个1384了 还很有意思的是什么 大家看到这个47 等于11 3加11呢 等于14 7加10呢 等于17 1114 和1117 和1417 1417大家都知道 1417又生成25811 114呢 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了 然后这个最有意思的 这个1384天啊 如果从1月1号开始算 计算 他就是啊 转了这个 这个三年之后啊 转到的 转到 289天 黄道的289天是多少呢 10月16 10月16 所以又回到了 这个8341 部队和2923 这两组数都生成这个 115和412 就是戊虚和丁亥 就对应 1970年的 就11月14啊 就是公立的 11月14啊 和中国阴历的 10月16 也就是原子弹呢 是1964年 10月16号 然后再配这个 2923生成这个 511号412 就锁定它的干支 就1970年的 10月16啊 这天就是丁亥月 丁亥月 戊虚日 耿旭年 耿旭年 就是四期 第47 大家看到2017年 47 4月7啊 然后 阿弥陀佛诞辰啊 西方极乐世界 教主啊 11月17 为什么11月17 有个朋友 应该能想到啊 应该能想到 反正是 这些数啊 就是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360度 365度 是吧 这伊斯兰力呢 是纯阴力 中国呢 是阴阳协调力 公力呢 是纯阳力 纯太阳力 这三组立法 就这么 像三个齿轮一样 三组齿轮一样 尤其中国的立法呢 它阴阳协调力 然后按章法啊 就是 每19年 治七个润 七个润月 所以造成了这个 天数不固定 天数不固定 说这三组立法 也代表三 可以说三个宗教 阳力 春阳力呢 这个功力呢 就是以耶稣基督为纪念 然后那个伊斯兰力 这个纯阴力呢 以穆罕穆德 就伊斯兰教 中国的叫皇帝力 那就是宣言皇帝 那中国的人文始祖 那就阴阳线条 大家知道 推背图 第一项 一个小孩 坐在大石头上 一个手拖着日 一个手拖着月 这也明告诉大家 这就是立法的意思 阴阳 阴阳护照 阴阳协调 代表中国这种 可以说全世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吧 今天以色列 犹太力 大概是这个样子 也是 多少年 这个润 但他的这个立法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的这个润月 不固定 以色列的犹太力 它是固定的 它就是 在这个 有润月的时候 它就制在 它叫亚达月 那叫第一亚达月 第二亚达月 就是在十二月 中国呢 就不固定了 有时候大家知道 有时候润八月啊 有时候润九月啊 或者怎么样 当时古代的时候 一般润二月 今天就不讲这么多 这些天文知识 讲起来 大家头更大 我看着头晕 这个非常好的脑子 它能算得出来 现在我们用计算机 可以算出来 你像之前啊 那些大师们啊 就是古代那些大师们 武道的呢 都要验算这个东西的 这是一份 这是个非常秘密的东西啊 所以一般老百姓 不许接触的 再一个呢 一般是你也不知道 比方说 你中国立法的时候 中国古代叫 按皇帝年号几年 比方说康熙多少年 什么时候多少年 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 这个连贯的纪念法 东南亚有些国家呢 就是以佛力啊 但佛力也不一样 它也不同意 挺混乱的 但是你以斯兰教呢 你也就是穆罕默德诞生日啊 就就从那一年开始 元年 这个公立呢 就耶稣基督啊 耶稣基督这个出生 诞生诞生这年 作为公元元年 在中国立法呢 就出就问题就比较严重 就一般人一说 啊什么康熙多少年啊 或者说什么 咱们说真冠九年 是吧 大清景象背上讲的 真冠九四 所以这些呢 你很难跟 你也不知道 他到底总共算起来 应该是多少年了 没有啊 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 咱们说 警教传入中国之后啊 他就在唐之前嘛 南米朝的时候啊 到后来 这些知识 这些秘密的知识 就是比方说中国 咱们到这个大唐 真冠年了 是吧 真冠九年 说几月几日 这个时候你相当于西方的 在另外 在世界的这个另一头啊 他这个 乳列历啊 就后来叫格里历 他们是哪一年呢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他们是哪年 哪月哪日啊 因为这些年日 公元纪年 和穆罕默德纪年 和什么纪年 还有按孔子纪年的 他都是 都是相当于一把尺子 你没有这把尺子 你是算不清数的 是吧 尤其写史书啊 你这些东西 这是哪年哪年呢 你甭说你 你错年了 你一天都不能错的 哪一天的干支啊 大家知道 中国的干支啊 最早是按 只编这个日子 哪一天是什么干支 是吧 哪一年什么干支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至少是从卢尹公啊 从公元前 卢尹公时候开始就记 但卢尹公之前 是怎么个情况呢 人也不知道 后来我们发现 商朝的这个甲骨文啊 上面就有干支了啊 哪年哪年哪年 但你怎么对得上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 重大的事情 因为涉及到 可以说可以说吧 涉及到国际民生 涉及到江山涉及 所以这些知识啊 只有很少的人知道 很少有那种通才 他一看这一天 今年啊 什么嘉靖多少年 多少月 多少日 干支多少 这一天呢 他就他就能知道 西方的这个公历啊 就是阳历 是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天啊 伊斯兰历 是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天 甚至还能算了 犹太历 犹太历啊 那个就更复杂了 今天咱们不在这说了 一说这个 大家都绕晕了 你说大家要明白什么呀 就是天时地利 这就天 这就是天书的本意 每天 我们每个人 看见太阳月亮 东升西降 是吧 二十四节气 春花秋月 一般人就只是 看个热闹 看个景 但那些大师们 悟到者来讲 他是要明白 要算的啊 不能算错 不能算错 这就是一个 一把尺子叫 攻击会 但是攻击会 那个标志啊 就是规矩 干啥的 测角度的 测圆周的 他进去吧 其实就是测天时 测地位 天经地位 这个都要测 耶稣基督 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圣经 基督教的整个基础 就建立了耶稣救义 耶稣救义 那天为什么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 什么叫为什么 圣经是四福音书 都是这么写的呢 说这个 犹大呀 定义啊 拿定主意 要出卖耶稣了 紧跟着耶稣 第二句话就说 耶稣就安排 去找那个 逾越节晚餐 那个地方 就好像说 他出卖的是什么 出卖的是耶稣 安排这个 逾越节晚餐 这个地方 那出卖是这个信息 上一句话说 说要出卖耶稣 第二句话就说 耶稣要安排人去 定逾越节晚餐的地方 这个给大家讲过了 这个逾越节晚餐的地方 就在今天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这个山上 也是那个 达文奇密码里讲的 寻山引修会 这个寻山 就是这个 因为圣殿 这个山 耶稣撒冷 只有两个山 一个是圣殿 东山 一个西山 耶稣救义 是另外一个山 但是最后的晚餐的地方 就是在这 就是那个寻山引修会 这个寻山上 今天还有那个建筑 在那保留着 最后的晚餐的地方 逾越节定晚餐的地方 但这逾越节晚餐 是什么意思 我们讲过 是定经纬的 然后这个 最后晚餐这个地方 这个山的经纬度 我给大家演示过了 77和48 77和48 分别对应的 1016和1114 这两组数 然后逾越节晚餐 这个分饼喝酒 分别对应经纬的 1114到115度过渡和 37度 昨天我们也给大家 讲了这个蓬佩奥 讲耶稣基督和南澳洲 澳洲的这个葡萄酒 葡萄酒上2017年份的 加一下是37 京度138 38对应 318 这就是大师的杰作呀 大师的杰作 你要懂这个测算 这是天 这是原力的表现 你说不知道神是什么样子 你看看这个天体星象 满天星斗 都按自己的轨道走 这是原力 这是神 至高法则 他的样子 我今天就算说这一话 你不知道 你看不见磁场的线 你拿一把铁粉 把它一撒 就看见这个磁场线 磁力线了 是吧 你看不见 至高法则什么样 看不见神什么样子 你看见 看见星星了吗 看见月亮了吗 看见太阳了吗 看见你这个坐地日行八万里 你知道这个吗 拿一测算 他出来的数 就是天数 就是至高法则的数 就是神数 就是神的数 然后你再看不见神的样子 你看看你自己 你每个人都是活的神 为什么我讲这个东西呢 远及诸天 近及诸身 诸天 就是上帝应许亚巴拉罕的时候 就是你往天上看 天上星星 你数得过来吗 就是你也数星星 属星星 星星的次序 这就是上天 就是神的样子 就是应许 然后让亚巴拉罕 朝你的四周看 地上的沙子 每一沙子都有位置的 都有坐标的 你四周看 你东南西北 你建了十字轴 一个坐标 经纬坐标 都是在讲这个东西 一直到耶稣就义的时候 来着古利奈人 罗马病厅 抓着古利奈人 乡下来着西门 但这道西门意思 就是聆听 就告诉大家 就是耳石 耳朵的石头 耳朵的耳窝 这个结构 听鼓 它构成什么 构成一个三维坐标体系 里边就产生耳石 保证人能辨别方向 辨别你自己的位置 这是个三维定位装置 这就是上帝的法则 上帝之道 所以你要有耳的 凡是有耳的 就应当听 这古利奈人 古利奈人 古利奈就是 今天利比亚西兰 西兰 西兰这个地方 就阿拉托斯尼 在公元前 在耶稣救医之前 公元前两百多年 就已经设计好了 完整的完备的 经纬坐标系统 跨出第一个 投影地图 所以对上古利奈人 这个人 经纬世界最早 经纬坐标和投影地图 从这个地方来的人 然后还叫西兰 他是知道 这个经纬坐标系统的 让他背着这个十字架 十字架就是 经纬的定位的意思 又定时间 又定坐标地的位置 然后走到骷髅地 耶稣就钉死在 这个十字架上 流了血 流了血 但是怎么流了血 就那个兵丁 拉尼努斯之谋 这个人 拿毛刺的 刺在内下 告诉大家 这是意思 就是511的意思 流出血和水 对应狮子和水瓶 水瓶座 然后拉尼努斯的 这个圣日 就是1114 1016 3月15 1022 这几个宗教 共同锁定 一组唯一的 唯一的日子 3月15跟1016 是对应的 然后3月15 什么这几个数加起来 又是 又是什么 3820 2038 一直到启示录 这个时候 一开篇就讲了 那个刺我的人 也要仰望我 大家明白了吗 我们讲了几百期了呀 讲来讲 就这套东西呀 没有多么复杂 所以我今天只是男朋友 他的作业 他的作业本 给大家 叫什么 献身说法 难道是朋友 真的要 就是 就准备要2024年 去竞产的总统吗 人类 还有这么长 还有这么久的时间 等到2024年 蓬佩奥 敬想总统 或者说 那中国还能熬到2024年 未必 真的未必 这些都是信息的宣誓 你看 你把蓬佩奥这个私人推 这个推文 前后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他多少连着多少期的推文 都是在讲这个 就讲神 讲定义 讲剧本 讲每个人的使命 你应该干什么 他这也就是说 你了解这些东西 把它贯通了 你再看你什么信息 你就能分辨 你就能分辨 你就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就知道 他的浅 叫浅台 浅台词 就知道他字面后的 意思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 就是 因为我没有讲稿 有时候你老忘 就是1384 后边这个DES 就是天数 这个夫数 D A Y S 它的核数呢 就是41710 41710 大家知道什么 就是三春之门里的高阳之门 高阳之门 1384呢 就是412 511 115 然后呢 后边这四个字母 它的核数就是 417 41710 就是大家知道 14710 14710 然后这个 关注他 关注量 238就升成25 25811 高阳之门里的第二个门 就中间这个门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说到这 我们说些中国的 你说老说这个外国的 很多朋友 你觉得头晕 我们说中国的 大家知道中国历史 清代史离我们今天并不太遥远 大家留下很多谜团 那比方说 为什么康熙要把这个地位传给 传给雍正 传给雍正 这就涉及到雍正继位的 合法性的问题 就涉及到今天咱们对美国这个大选 是吧 中共中俄 极力的说抹黑美国是 这次是拜登舞弊了 我给大家讲 按常识 是吧 按历次大选来 他的国合党和民主党两边的基本 再加上川普这个 在对待疫情是重大的失误 所以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因为本身 多少次他们 投选票的 什么都差不多太多 说谁要出错 谁就倒霉 就这个意思 但到今天为止 还有些人还是坚持 就说拜登你赢了 你赢了 那我没办法 你他妈的深层证物 你厉害 但事实上你就作弊了 拜登作弊了 美国民主坏透了 美国民主制度是虚假的 是作弊的 现在全中国人都知道 老老少少都知道 或者是美国分裂了 打内战了 是吧 多么高兴啊 也就是我为什么对这些 自民体大威 包括一些所谓的反共人士 所谓的民运 和所谓的这些 这些穿窑 在这次无脑挺穿的人 这么愤怒呢 就是因为这个 他们在有心无心的 帮着中共达成这个目标 这涉及到 这就是政权交接的 这个 他的这个最大的问题 一个国家 一个一个咱们说一个江山 江山设计 富之水手 不管民主制度 还是专制制度 谁解决的最好啊 其实就美国是美式民主制度 解决是最好的 当然中间也老出问题 因为为什么 民主制度天然的开放性 这也没办法 但不管怎么样 美国民主制度都历次 闹多大的事 最后都是和平交接下来了 和平传递 我小的时候 我父亲他们知道 都是中共的看部 他们就讨论过 不管怎么样 美国人家是和平交接的 但中共这种专制政权呢 它就叫血腥的 一帮往往都伴随着血腥和政变 但这次呢 在这种中俄极力的推荐之下 再加上一些无脑 加上一些阴谋 加上一些良心坏透 真正良心坏透这些人 把美国的政权交接 也出也死人了 也流血了 对比中共的政权交接 中共一下子赢了 我说中共这就赢了 赢了 你们跟我们一样 搞什么民主 跟我们不是一样吗 是吧 你们也是坏透了 你们也流血了 你们也政变了 你们也群众暴乱了 是吧 别再笑话中共了 是吧 别再笑话俄罗斯了 别再笑话伊朗了 别再笑话朝鲜了 也就是区别就在这 我们想回到刚才讲的话题 就是专制朝廷 像明代历朝历代 不搞 没有在政权交接 没有出政变 没有出血案 没有骨肉相残 这样朝代是不存在的 但清朝好一点 好一点 好一点才出了问题了 就雍正 雍正毕竟没有遗诏 雍正继位的遗诏 是之后 雍正继位之后才写的 当时就说 围绕雍正得位 得位不正 就是关于雪梨子 雪梨子 我觉得雍正这个继位 前后的 九龙夺底 怎么这些东西的 跟今天的美国 这一届大选 用川普造成的这个混乱 这暴力冲突 真是有一拼 但是也有说法 也有说法 找一句 雍正是合法继位的 所谓的合不合法 就取决于老皇帝 康熙 是不是真的要把位置 传给雍正 以后的说法 就是雍正动了血滴子 最后把其他人弄死了 把政敌弄死了 然后把康熙也弄死了 就是篡位 雍正到死都背着这个负担 但也有很多迹象表明 雍正是合法继位 其中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雍正在那天 在康熙临终那天 雍正是被皇帝 老皇帝指派 去南郊什么 祭天去了 带康熙祭天 这个本身 他知道雍正好多 康熙好多皇子 是吧 雍正呢 派雍正去带皇帝去祭天 什么祭帝啊 什么的 这本身就是一种 这这种信号啊 就是一种信号 就是你代表老皇帝去嘛 是吧 就是皇帝 你有这个资格啊 就是在诸皇子之间啊 雍正有那个资格 在此之前啊 他知道今天北京圆明园啊 我他圆明园那个附近住 还应该说这个住一段时间啊 就在那个地方 圆明园啊 里边有个叫九州清宴啊 就是圆明园里达有好多景点啊 那个 原来康熙啊 就把这个景点 就把这个园子 大园子里边小园子 就赐给了雍正 九州 九州就是 就是天下的意思啊 所以很多史学家认为 这也是康熙 属义雍正的 一个证据 用这个地名 是非常的 微妙的 就九州清宴 等于说皇帝把九州 九州给你了 九州给你了 但是最重要的 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 康熙传位给雍正 是因为乾隆 因为乾隆什么呀 大家知道 乾隆啊 在康熙去世之前 那段时间 他等于被康熙啊 抚养在宫中 抚养在身边 因为康熙 三十多 三十多孩子 皇孙啊 据说有一百多吧 起码大几十 我觉得一百多 所以独独的把乾隆 放到身边抚养 放在身边抚养 所以乾隆 一到乾隆继位之后 他到乾隆都成年了 都老了 还不能忘怀 他当时康熙 亲手抚育他 教导他 那个等于说 特别特别器重他 其实 康熙还之前 还抚养过一个皇孙 是谁啊 就是这个 同一的二二哥 这个太子 太子的这个儿子 叫红 叫红什么呀 就是那个 也抚养过他 但当后来太子出问题了 太子出问题 这个就没有了 后来就抚育了 这个 抚育了这个乾隆 为什么呢 还有一个说法 有说叫 康熙市里面有一个 不一宰相 就叫方鲍 还有说什么 这个 耶稣会的传教士也介入了 但是都是传说了 为什么 就说就是因为 乾隆的八字 乾隆的这个八字 乾隆这个八字 叫做贵如连珠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他的这个八字里边 就四柱里边 就含有了这个什么 含有这个 14710 147 叫贵如连珠 就三春之门的第一个门 高阳之门 说当时 就说记载有一天 康熙突然到了雍正的府 然后雍正 就说呀 就说你看 这个两个 雍正当时还活下两个孩子 都没有见过这个 都没见过爷爷 康熙说 那爸我来看看 就相中了 相中了这个乾隆 回去之后 就派太监来 到雍正那 把这个 要把乾隆的八字要走 雍正就把这个 乾隆的八字 赶紧写好了 太监拿回去 给康熙看 康熙看完之后 又找人 找谁呀 据说是方包 就是以不一身份 在南兽房值班 就这 这个我告诉大家 这些人就是懂的 可以说 我们今天讲这些数 讲这些他就是懂的 东西方的 秘密是一个 他就懂 涉及到黄泉传地的时候 要把整个江山传给 你要是属异于乾隆 那就得传闻 就得传给雍正 是吧 你传个雍正 雍正才能传给乾隆 但是你不能直接传给乾隆 这就是问题 因为就是因为这个 贵如连珠的这个八字 就生生八字 四助理 正好形成这个 14710 就跟大家看的这个 1384 这个DES 它的核数 41710 所以有些时候 我经常跟大家讲 你要明白这个数 在什么时候产生作用 我们一般老百姓 你又没有 你又不想谋朝篡位 你又不想坐一朝 一般人也没这个 也没这个远大 远大的这个 咱们说远大野心 远大计划 你可能不用太关注这个东西 但是其实应该明白 这其实关注到 关系到你的这个 切身的这个利益 在美国的民主制度里 情况会好一点 你不关注都无所谓 但是中国这个专制 专制政体里 谁能不能坐下去 咱们比方说习近平 那么坐下去 会不会遇到政变 我这一两年来 传多少次了 说中国政变了 把习近平处决了 习近平靠边站了 怎么怎么样 我都每次我都告诉大家 不要听他们扯淡 不可能的 最后事实 每次都是这样 为什么 你怎么知道 有人说你怎么知道的 所以这些 你要了解这个秘密 这个世界 是有人看着的 我也告诉过大家 美国是上帝建立的 上帝不会允许那些 瞎扯淡的人 那些 有些人 想利用美国这个民主 这个漏洞 把美国民主制度 彻底摧毁了 上帝不允许啊 最早我给大家讲过 说这次大选 还有第三种力量 还有第三种力量 时间久了 慢慢的 你都会知道 这些信息 到今天讲的呀 可能扯的有点远了 大家就是 还是那个意思 大家要明白 在直此关键时刻 我们尤其要 要明白 这个历史进展的 这几方势力 都是什么背景 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的动机 如果要是说不合乎 我们 每个人 成王做主的 这个 剧本 那就要反对他 就要干他 但有的人 是坚定的 执行上帝的剧本 要促进人类的大同 世界大同 每个人 成王成圣 实现中级民主 像这样的人 我们就要 积极的去支持他 共同完善 共同完成 上帝的计划 我今天讲的呀 比较杂 中心意思还一样 大家 可以琢磨琢磨 可以琢磨琢磨 这个事情还能够 之后 来